现在在市面上 有没有人的话 跟我父亲的风格差不多的 要扔着画风和笔法 也只有他的师弟楚洪飞了 老师 洪飞 你看 这个委屈在这儿 只可惜 楚洪飞 他只是形式 在关键的地方 总是插这么一口气呀 余老师 您是说楚洪飞的水平 不如我父亲 对吗 那可是在当年啊 艺术家是在不断地成长的 余老师 您刚才对楚洪飞的评价 能当着媒体的面再说一遍吗 什么 你让我公开去质疑自己的学生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呀 余老师 楚洪飞因为水平不如我父亲 所以他透露我父亲的话 我想请您出来作证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你可不能随便地去怀疑呀 当年他们两个人一起去雪山写生 我父亲意外身亡了 可是他却好好地活着回来了 我父亲的话搞不见了 但是他却拿出了一幅震惊话谈的名作 这也太巧合了吧 巧合 巧合是证据吗 你没有证据你就不能瞎猜疑 你这样子做 是会伤害到很多人的 余老师 您刚才不是也说 我看 你是心属不振 我 对不起 不是无意冒犯 好 告辞 有点 回来了 见他怎样 还行吧 老先生身体不太好 没多说两句话 见哪儿人就好 小青 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 没事 咱们回去了 谢谢 咱们 爸爸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来 东西都拿着了吧 别落下东西啊 上车 来 阿胚 上车吧 莉莉 来 拜拜 喂 上车了 上车吧 上车吧 莉莉 上车了 好了 出发了 请 金尋头 stressed-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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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 等等 警察同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于老先生的家属报了警 指控他涉嫌伤害以及盗窃 是不是搞错了 于老师现在在哪儿了 他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据我没了解 你就是他昨晚最后见到的人 昨晚你们都去哪里了 警察同志 无个什么都不知道啊 倒是你在什么地方 在做什么 我在房间啊 我做直播 有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事情 那个我们昨天到旅店 办理了入住 然后就出去吃点东西 就回睡觉了 李星月是去过于老先生的家 他们在里面聊了很久 具体聊什么我也不知道 但是警察同志 请你们相信我 我是这次旅行的负责人 我用人格向你们担保 李星月不是坏人 你们说的那些事 不可能是他做的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我明白 虽然说李星月外出的时间 跟地点都能够对得上 但这并不能成为证据 证明这件事情就是他做的 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 咱俩随时检查 你神 李星月 你不用紧张 有什么说什么 当天晚上 你跟于老先生 有发生过言语冲突吗 于老师是我父亲的恩师 当天晚上的谈话 并没有发生言语冲突 只是提到我父亲的一些 陈年往事的时候 我的一些观点 于老师不太认同 但是我们并没有吵架 那在离开于老先生家之前 你还做过些什么 没有啊 什么都没做啊 我走的时候 也不太高兴 说了声告辞就走了 来 看看 这些都是案发现场的照片 看仔细的 我们在现场发现 房间内有被翻动的痕迹 我走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 李星月 你仔细想想 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没有 我走的时候屋里一切都好好的 我没有偷东西警察 李星月 如果这件事我们查清楚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但是 我们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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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